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的8月8号,这个数字很吉利 咱们在尔湾看一个全新的四房小读栋别墅 我是在尔湾做房产的Chris Liu 这个房子是四房三位两车位的车库,2400尺 有一个像这样的院子,旁边就是这种大客厅 在一楼还有它独立的一间卧室和独立的卫生间 并且带有一个储物间,车库也是在这一层 是标准的两车位的车库 这个户型在尔湾到处都是,属于那种酒精考验的经典户型 所以这种房子基本上就是考虑预算 至于户型的实用性,这个都是经过多年的验证的 一楼到二楼就是这样的一个大条高,空间感非常好 上了二楼之后,首先咱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二楼的客厅 同样二楼是三个卧室,那么主卧在一边,次卧在另一边 所以是互不打扰的,这个设计也是很多人喜欢的 现在咱们看到是这个大主卧 并且配有这样的大窗户 床两边还是各有一个窗 这边是它步入式的衣帽间,也是蛮宽敞的 同样是有这种大的卫生间 带了浴缸、占浴、双水盆、大镜子的一个设计 所以加上一楼那个卧室,这不就总共四个吗 现在咱们出了主卧,它那个次卧就是在对面 洗衣房也是在那边,所以咱们现在过去看一下 首先走廊的左手边,这个是一个标准的洗衣房 洗衣机、烘干机、并排放置、带橱柜、带水盆 这个使用起来蛮方便的 然后这边就是其中的一个次卧 也是大窗户加两个小窗这样的一个设计 两个次卧它是共用这一个卫生间 双水盆、大镜子 里面是有这种小浴缸的一个设计 这边就是它的另一个次卧 蛮经典的户型 总共四房的一个小毒洞,目前180多万 看看你喜欢吗 更多的问题欢迎单独问我或看我的朋友圈 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 咱们下次接着聊